准备一个小盆 里边咱们加入食盐 再放点淀粉 然后加入清水 咱把这精盐和淀粉充分的搅拌融化 这样能使这个鸡血快速的凝结 这个小秘法让大家伙一定要先收藏了 看到时你做的时代做不好 好 把淀粉和精盐搅拌融化之后 咱们再把鸡血放入盆里边 再把鸡血上面的浮沫打出去不要 好 超哥就杀了一只鸡 内脏不是特别的多啊 但是也够炒一盘了 咱们把这鸡肝切成片就可以 碎不怕啊 不怕这个食材碎 鸡肾咱们就不切了 鸡肾咱们整个的啊 鸡肾咱们给它片开 然后切成片 好 鸡肾咱们清洗干净之后 也切成小薄片 一定要切的薄一点朋友们啊 来 切好之后 咱们放到盆里边 咱们做鸡血糊涂 得切点姜沫 姜沫还能有效的蒸香去腥 好 再切点大葱花 好 咱们炒鸡血糊涂啊 碎沫是必须得放的啊 跟你说 碎沫一下锅一下锅 拿就上去了 碎沫切好 咱们先放在马兜里边备用 好 现在鸡血啊 已经过去呢 有几个小时了 已经拧过了 非常非常嫩 这颜色非常红润 咱把鸡血啊 给它划成小块 特别的嫩啊 看到吗 哎 然后咱们放点清水 看见了吗 哎 看到鸡血啊 特别的嫩啊 炒鸡血糊涂这道菜 必须得放在东北纯笨炸的大道油 但是豆油嘛 必须得充分的炸香炸熟 要不然吃着有生豆油味 哎 豆油炸熟 咱们先关火 因为现在油温比较高 然后咱们改成小火 油里边放上一半大料 再放点花椒粒 把花椒一定要炸糊啊 这样能有效的增加香味 花椒炸糊 咱们捞出不要 然后咱们放入葱花 姜沫 把料头炒香 然后再放入鸡炸 鸡炸咱稍微多炒一会儿啊 把鸡炸充分的炒熟 然后加入两克十三香 增加符合味 海鲜酱油 加入15克 提味提鲜 然后咱们把这个鸡血啊 来过滤一下 然后咱们放入锅里边 咱们保持中火 推炒 把鸡血炒熟 这道菜吧 看着感官不是特别的漂亮 但是吃啊 那是真香啊 朋友们的 特别特别好吃 说说敢保证 你吃完一次 绝对还想吃第二次 加入味精和精盐 调底味 再加入两克胡椒粉 去腥蒸香 这时咱们手勺啊 一定要顺着锅底去推炒 避免那个食材跟锅粘连在一起 鸡血下锅 串哥炒了能有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 这时就可以了 最后咱们放入蒜沫 这蒜沫一下锅 小味哪儿上去了 咱们再放点香油 增加亮度和香味 好 咱们出锅 装盘 鸡血糊都做好了 吃个尝尝啊 嗯 太嫩了 大家伙啊 可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观 说打打倒啊 太好吃了 还是小时那个味道 这菜真的吃过的盐 绝对能说好吃 就是看着不怎么美观 不怎么吸引人 但是吃绝对没毛病 特别好吃 如果不信的朋友们 你赶着你家杀鸡的时候 你把这食材你都留着 你按照串哥这么做 你试一下 真的 非常好吃 串哥感觉比鸡肉都好吃 那么好 四面到这儿啊 一道东北传统老菜 鸡血糊涂就吃着完成了 如果大家伙学会了 或者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能给串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串哥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